真的已经记不清楚 这是它第几次回归了 我现在是在肯德基 然后最近这两天我都想办事 我是肯德基的任牛五方 又又又又又回归了 然后特意看了一下 它这位是跟小龙款联名出的一款叫 毛雪旺风味任牛五方 已经点完了 等一下吧 上来了 看一下它这个包装 KFC小龙款 两个联名的 然后底下就是毛雪旺风味的牛方 打开以后就这样 我这个形状还挺漂亮的 再继续打开 在里面就是这个样子了 可以看到有一些生菜 然后这个是鸭血 这个应该是笋 然后旁边这个是 树肥肠 然后一块 玉米薄饼 一个酱 底下的话是 川纳牛肉条 大概有个 有个多少条 看一下啊 十来条 应该是有吧 然后这个树肥肠 这边也有 就这样啊 这一个是 十九块九 这个价格你们觉得怎么样 觉得值得扣个一啊 觉得不值得可以扣个二啊 再给它合上 来一口啊 一口咬下去 就是感觉跟以前的 任女五包好像 区别不大 就是 主要还是那个 川纳牛肉那个味道 对 比较辣 然后 香辣香辣那种 因为可能它这个 鸭血 还有那个 树肥肠 加的不是很多啊 所以 并没有太明显的存在感 吃下这个树肥肠啊 我熟悉过了 它其实就是一个 豆制品对 毛血旺风味的女五方 讲真的啊 没太感受得到 那个毛血旺的风味 但是它吃起来是好吃的对 还是那个香辣的味道 然后因为它本身 可能这个的女五方 以前的 口感的味道 其实就不错啊 然后这位说是全心 回归 讲真的啊 好吃 但是 并 并感受不到太多的 心意 对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然后 现在是19块9了 有没有已经吃过的小伙伴 你 觉得怎样呢 真的已经记不清楚 就是 它第几次回归 啦